您好 欢迎收看Docascopy出品的华夏时报新闻视频 我是您的播报员 满蓝 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报纸 先看一下头版消息 对内向改革要红利 对外以投资带市场 大国战略呼之欲出 习近平经济学渐行渐进 请看华夏时报2014年中国经济年报 中国正能量 中国正能量之牛之初 突然消失又突然来临 有人说中国是牛市 你看不懂那就对了 相较于波兰布金的上半年 下半年一史A股就牛角出漏 牛市的到来肆意成为全中国投资者的共识 详情请参阅华夏时报第九版 中国正能量之财富之巅 首富从来不只是一种身份 而更是一种代表着财富英雄的江湖地位 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和万达商业上市 都造就了一场汹涌的造福运动 也让全球观众过足了合纵连横首富争夺的吸引 相关内容请查阅华夏时报第26版 中国正在融入世界经济 中国的资本市场也有着这种强烈的冲动和需求 A股也必将获得和中国经济相称的地位和评价 美股的今天也必是A股的明天 请看最新一期水皮杂谈 美股的今天是A股的明天 更多精彩内容如2014中纪委很忙 被锁链捆住的熊 互联网金融玄机等 以及更多宏观资本公司新闻 等待您查阅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